何西阿书第六章 来吧 让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 因为他虽然撕裂了我们 但必定医治我们 他虽然急伤了我们 却必替我们裹伤 两天以后 他要使我们复原 第三天 他使我们起来 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 让我们认识 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 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 他必淋到我们 如雨水一般 又像滋润大地的春雨 以法莲啊 我要怎样带你呢 犹大啊 我要怎样带你呢 你们的爱心像早晨的陨雾 又像顺及消逝的朝露 因此 我借众先知砍碎他们 用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 我的审判 必如光一般发出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我喜爱人认识神的知识 胜过人献的凡计 可是 他们却在亚当城被约 在那里向我行鬼障 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 他们的脚踪 染满了血字 在往事件的路上 祭祀结党杀害人 就像埋伏路旁的强盗 他们行了邪恶的事 在以色列家 我看见了可怕的事 那里有以法林的隐形 以色列被玷污了 犹大 我使我的子民 归回的时候 必有为你定下的一个收割时期 我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也挺有像情感 我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我就 不吝点赞 李宗盛 然后 感谢观看